我们看下这题目 是求这积分之值 那么首先 这x三次方取绝对值 这等于 当x大于等于0的时候 那么去绝对值不加负号 这是x三次方 那么当x 是小于0的时候 这去绝对值要加负号 所以是负x三次方 因此呢 我们的原式 这等于 这是从负1到0 对x三次方取绝对值积分 然后加上 这是从0到1 对x三次方取绝对值积分 那么这是从负1到0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去绝对值要加负号 这等于我们把负号写到外面来 这负的 这是从负1到0 对x三次方积分 那么这里是从0到1 所以呢 我们去绝对值不加负号 所以这里是加上 这是从0到1 对x三次方积分 那么这等于 那么这等于 这是负的 这积分 这是四分之一 乘以x的四次方 那么这从负1到0 这里呢 是加上 这是四分之一 乘以x四次方 那么这从0到1 那么这等于 这里以0代入 就是0 然后减掉 这里负1代入 那么负得证呢 我们这里直接写 这是四分之一 去乘以负1 取四次方 那么这是1 所以乘以1我们就不写了 这里加上 这x以1代入 我们得到这是四分之一 然后减掉 这以0代入 这是0 所以减0我们就不写了 所以呢 我们这题答案是 四分之一 加四分之一 我们这答案是 二分之一 这个答案 因此呢 我们这题答案要选 C 这个答案